缅北的冲突还在持续 政府军战况很不乐观 已经丢掉了多个据点 大量武器装备被地方武装所缴获 而与此同时缅甸政府与俄罗斯举行军演 这是为了侧应缅北冲突吗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乔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根据红星新闻报道说 因为缅北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使得当地的安全局势急剧恶化 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了通告 提醒公民不要前往缅北 可以看出现在的缅北局势确实非常动荡 与此同时缅北战况进入关键阶段 国感同盟军主导的地方联军 已经包围国感核心地区老街 不过呢地方联军并没有实施强攻 而是围点打员 引诱这个缅甸政府军持援国感 结果呢政府的精锐部队 九十九师是落入了口袋 遭到了地方联军的无人机空袭 损失惨重 包括像这个师长 这个昂绝伦在内的多名军官阵亡 那实际上呢在缅北冲突当中啊 这个政府军的表现呢 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在冲突爆发的初期啊 就有政府军部队呢 是开着这个中国的轮式突击炮 结果呢却被只有传统 步兵轻武器的地方武装给全歼了 而在战斗过程当中啊 政府军士兵是躲在战车里头 不敢动 结果被地方武装人员用大铁锤 把那个砸开了舱门给俘虏了 如此这样的表现呢 让外界真的是一片哗然 在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啊 此前这个以色列军队攻入袈裟 他们的这个装甲部队呢 连基本的这个不坦协同都没有 甚至坦克周边啊 没有步兵帮助侦查 哈马斯武装呢 从这个地道里边一跃而起 直接啊能够人就能跑到 以军坦克上去安放炸弹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刷新了外界的认知 然而没想到 就是缅军的表现居然还能更菜 开着装甲车一炮不开 直接就被地方武装给活捉了 我觉得在这里必须指出啊 就是中缅呢 一直有着正常的这个军贸往来的 你看早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就有记者啊 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立会上面 表示说这个缅甸呢 从2016年起就得到了中国 以色列英国朝鲜等这些国家的武器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提问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当时是明确表示说 缅甸作为中国的友好邻国 双方在各个领域 其实都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其中就有军贸合作 这个华春莹还强调说呢 这个中缅军贸 严格遵守军品出口三原则 此外呢 缅甸还和俄罗斯有着军事合作 在11月7号的时候 这个俄缅举行首次海上安全演习 那有观点就认为啊 这个俄罗斯和缅甸进行联合军演 其实不是为了应对缅北冲突 而是帮助缅甸军政府巩固海上防御 换取与缅方的军备大单 那么与中俄两大强国 都有军事合作的缅甸 为什么政府军这么不堪一击呢 当然了 鉴于缅甸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 在这里边呢 咱们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去分析 其他咱一概不提啊 我觉得首先这个缅甸政府军 它的情况本身就很不稳定 目前的这个缅甸的政权是靠 武力维持的军政府嘛 那地方的依然有很多割据势力 一些军阀表面上看起来是 照忠这个缅甸中央政府 而实际上他还是土皇帝 只是换了一套衣服而已 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政府军 因此这一次这个缅北的武装冲突啊 它表面上看是地方联军 与政府军的战斗 而实际上呢 它还是地方武装的混战 其次呢 作为二战之后 内战时间最长的国家 这个缅甸的局势啊 长期是处在动荡当中 国家发展啊 经济等等各方面是严重受到影响 目前缅甸人均的GDP 仅仅只有1200美金 只有中国的10% 那你想如此糟糕的财政 那自然不能够支撑 缅甸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嘛 此外呢缅甸政府军的士兵作战意愿也并不强 面对凶悍的地方武装 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 这也就出现了躲在战车 一炮不开 最终被活捉这样的一个结局嘛 其三呢 就是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 这个这个 缅甸来呢并不是一个有长远政治眼光的人 也缺乏胸怀 他上台之后啊 缅甸原本有恢复迹象的像国家发展还有经济 又都陷入到了停滞当中 内战再次爆发 现在的缅甸可谓是千疮百孔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如果说缅北冲突 短期之内不停息 那么缅甸军政府最大对手 民盟可能有所行动 其他地方武装呢 也可能会搞事情 那这种情况会促使缅甸军政府下台 以便重组缅甸的政治秩序 那缅甸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